被网上的这种图片种草后 我的家人就特别想吃一趟海水环绕的浅滩 科隆跳到游的第二天 我们选择了Island Escobar Day 由于目的地较远 这一次我们选择了跟团 更加划算 一个半小时的船程 伴随着闪烁的浅滩和宁静的度假村 抵达Coco海滩时 已经是中午12点 船长让我们享受了丰盛的午餐 然后让我们在海滩上随意放钟 其实所有的海岛都有个共同点 在海平面上欣赏 不如在空中令人震撼 蓝绿交错的海湾 在不同层次上展示着大自然的调色 从深邃的午夜蓝 渐变到如同霓虹灯般的浅蓝 当我们来到地滩台燕岛 清澈的海水与沙滩相遇 绿的就像反光的万花筒 白的宛若鲜嫩的胶原蛋白 离开这片秘境后 我们在第三站 毛卡扑亚岛 没有过多拍摄 只是沉浸在海滩漫步 谈笑着下一趟旅行的选择 回程依然有一个半小时 但一口香蕉酥 让这逆风而行的时光 多了几分甜味 夕阳优雅地将热情轻轻地折叠到黄昏的怀抱中 在旅行者心中撒下一抹金色的光辉 期待着在明天的画布上勾勒出探索和发现的新序幕